各位觀眾鳥,歡迎收看獎疊密碼 來看今天台北股市是上漲65點 收在17518點 成交量是3669億 那今天排斥該如何做解析現場 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大育國際投庫張宇明分析師張老師好 婷娟好,投資朋友好,大家好 第二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一群好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今天台股排名上官要轉換 趕快問您先請教張宇明分析師 好的,今天漲了65點 週限是上漲155點 年底了,這個行情還是要欲罷不能 之前沒有賺到錢的,可能要加緊努力 利用這一兩個月,把該賺的錢把它賺到 當然股票要怎麼操作 今年操作,傷害最重的兩個族群 一個叫航運,一個叫面板,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有粉絲問說 2021年投資的航運股,投資面板股 獲利都非常好,EPS都非常好 但是股價大跌,請問它該怎麼辦 它該如何來翻身 我相信這個問題也是很多很多人 他想要問的問題 為什麼獲利這麼好,結果股價大跌 現在剩下這一個多月 有沒有翻身的機會 我想這個問題我就來做一個說明 來 有一個台灣股票市場裡面 有一個幫忙所漲停板的集團 叫嘉義幫或是胡偉幫 這兩個幫都有 這兩個幫是在股市裡面 是非常有名的,很多閃路可能不知道 但就操盤子來講 應該沒有人不認識他們 他們都非常有名 他們做什麼動作 專門幫人家鎖漲停 你股票可以拉到9% 他就幫你拉到漲停板 這個很厲害的 當然他準備很多的資金 聽說很多醫生在這個裡面 是一個操作股票的一個群 不是幫派,幫派是壞人 他們是一個有錢人 聰明的人的一個群 他們去研究 最後發現說 鎖漲停板 將來明天開漲停的機會很大 尤其在多頭市場 所以他們用這種方式來做 我賺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這個每一個操盤的人 應該都知道這兩個 這個嘉義幫跟胡偉幫 他們就專門幫忙鎖漲停板的 為什麼要講到這個 為什麼你航運面板會做不贏 為什麼他們可以在股市裡面 成為一個長勝軍 變成一個易軍突起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群 聽說很多是醫生組成的 這是葛洛斯 是一個美國的基金操盤人 他說一句很有名的話 短暫的損失 或因為長期的趨勢有利 而這個貪平 甚至將來還會大賺 當然有人會笑說 這些胡偉幫嘉義幫 你說掌停 明天開盤 根本一開盤就跌5% 那你可能一檔股票 會損失幾千萬 沒有關係的 因為他不是做這一支而已 他做明天後天一直做 這大部分都是賺的 少部分是賠的 所以長期以來 雖然有幾筆損失 那個沒有關係的 長期以來獲利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一人在股市裡面捲走上百億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 所以說你在股市裡面一樣 你要用一個對的方法來操作 長期用這個方法來做 雖然有小小損失也不用怕 最後因為你的方式對 趨勢對 你的操作邏輯對 會把你輸了錢很快再贏回來 加倍贏回來 讓你一整年下來獲利滿滿 口袋滿滿 我們要講的意思是這個道理 好 那我們說萬海 第三季賺了15 是4.57 前三季賺了28.37 這是17年來 所有的獲利加起來 都沒有今年這麼好 所以那是非常了不起的 可是股價大跌 不是嗎 獲利28.37前三季 結果17年來 加起來都沒有這麼好 結果股價竟然大跌五成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麼好的獲利 結果股價大跌 這種事情 不是今年2021年會發生 以後也會常常常常發生 以前也是要不斷的發生 那只是因為散路經驗不足 那當然你說 他們跟著老師做 那老師就不用心 不然怎麼會做這種股票 不是經驗不夠就是不用心 就兩個而已 那這種事以往發生 現在發生 以後也會發生 這是不會間斷的 所以你要從這些事情裡面 去體會到一些道理 好 昨天還打到跌停板 真的很可憐 獲利這麼好 好 我們看外海現行 天啊 這是空投可決 而且早就轉空了 不是現在轉空 轉空很久了 那你為什麼抱這種股票 然後把它長抱 原因是什麼 你看錯東西了 你看了只是獲利 獲利跟股價沒有絕對關係 可是很多人一句話都不懂 獲利跟股價沒有絕對關係 他也聽不懂 他也不認同 不認同就不認同 不認同那股票錢繼續輸 所以我們又不能幫他 救他他也不要 那我們就祝福他 好不好 一半可以打死很多專家 為什麼 你想想看今年的7月8月 一大堆的財經專家 一片看好航運股 投資朋友 包含你看到很多財經節目 都一樣 你去找 現在很多YouTube影片都還在 你都找得到 看7月8日也跟你講航運不好 如果你找到一個 講航運不好的 大概就是我 市場沒有第二個 每一個人都說航運好 航運好 EPS好 本利比低 最後買進去 死了一大堆 害死一堆人 股價大跌 個股是跌了六成 然後常用亞敏萬海鬥一樣 所以我們這一半可以打死很多專家 這棍子如果打下去 不知道死了幾千個專家 不是嗎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看很多YouTube 你看很多財經節目 你就會做股票了 還找得很 你不要以為你看很多報紙 你看很多財經新聞 你就會做股票了 只有你會發現到年底 你輸了一屁股 不是嗎 投資朋友 好 航運股 真的很可憐 跌得非常非常的慘 獲利這麼好 跌得這麼慘 為什麼 原來這早就轉空了 他不是今天在轉空 那高檔轉空 怎麼都沒有人告訴你 有 我有講 只是我講完 就被很多人罵 很多人就不認同 他們永遠死守的 基本面EPS 那當然不認同 不認同就反過來罵我 罵就讓他罵 反正我要贏他的錢 被他罵也是應該的 好不好 如果一個產業 財報你已經滾瓜爛手了 但是長期還是沒辦法 得到很大的獲利 那你不如不要看 你看那麼多東西也沒有用 賺不到錢 懂意思嗎 很多人自以為 很懂了 懂很多了 但是反而輸更多 懂越多 輸更多 看越多輸越多 天啊 那你看那麼多要幹嘛 不是嗎 你發現你看越多節目 看越多內容 看越多報紙 看越多新聞 沒有用 傷得更重而已 製作聰明到處都是 但奇怪 這些很少有贏家 不是嗎 他覺得他自己很厲害 計算機拿起來 我本益比EPS 好像這150塊買的計算機 就可以讓他賺大錢了 腦袋不想裝什麼 我們也搞不懂 好不好 沒辦法幫助他 我們就祝福他 好 那你現在看面板這麼好 剛剛講 航運現在講面板 面板的獲利是這麼棒 前三季EPS 都大概5塊左右了 大賺兩個的大賺欠利 加起來賺欠利 那你現在這麼棒的獲利 為什麼股價跌5成 他們大股東 主力作所 投信基金青年 他們都瞎了嗎 他們為什麼都不要 那如果要怎麼會跌5成呢 應該漲5成才對 怎麼會跌5成呢 所以很簡單的股市 不是用EPS來算 股價不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如果這麼簡單 每個人計算機拿起來 都賺大錢 誰還要 誰不會做股票 股票上沒有輸家 不是嗎 到現在多少人 逃脫不了這個計算機做股票 每個人EPS本利比 EPS怎麼算 不是要算股價 不然你幹嘛算EPS 你算本利比怎麼買 股價除以EPS等於本利比 股價除以本利比等EPS 那如果股價是用數學算的 會有人做書嗎 不可能 懂意思嗎 這個道理你不懂 你乾脆不要做股票了 因為你永遠都做不贏 好不好 所以現在面板股 友達群創都一樣 EPS都高達5塊錢了 結果股價跌5成 非常慘好不好 很多人會因為一個美麗的面孔 一個曼妙的身材 就怦然心動 最後下場就是悲慘的下場 人才兩失 這種例子太多了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有人說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連立委都選不上了 李光頭 還有一個民進黨的立委 沒有什麼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不要傻了 很多人會因為一個訊息 就歡欣鼓舞 出動大軍 把錢都押進去了 最後也是一樣漏得悲慘的下場 如果全天下人都看得到消息 它通常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你看到每個都看到 那你要期待什麼 不是嗎 懂意思嗎 所以很顯然我們有 航運股面板股 你來想想看 他們獲利的好股價都大跌 所以告訴我們一個道理 營收EPS本利比 這個重要沒有錯 我說不重要你一定不認同 沒關係 那我說這個重要 但是還有人比它更重要 對不對 不然怎麼會這麼好大跌 你出了12 你出了Q已經很大了 對不起 S在這裡 那個本利比EPS只是Q而已 12而已 Q彈有沒有 打不該不是Q嗎 皇后而已 它不是S S最大 還有人比它更大更重要 懂意思嗎 所以葛洛斯說 短暫的損失 會因為長期的趨勢有利 而攤平 甚至獲利大賺 就這個道理 那我們如果把這個話 轉過來反過來講 短暫的獲利 會因為長期趨勢不利 而造成巨額的虧損 哪一個人做股票沒贏過錢 偶爾總會贏 但是結果起來 如果是小贏大輸 那就完蛋了 不是嗎 你這個方法長期是 偶爾總會贏贏 油一兩匹 可以輸是咬一大塊肉都掉了 那會不會 會損失很慘重 同意是嗎 所以這表示它方法 是不對的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說 獲利很好 股價不一定好 因為剛剛講都是 這個比較 這個算是 不好的這個產業 比如說高資本低毛利的面板 那有沒有比較好的電子業 也是一樣 獲利很好 股價大跌 有啊 來你看 我們看金奧科 前三季賺13.7 結果現在股價只有150了 它跌了快五成 懂意思嗎 南電 10塊錢 你看賺13塊多 它賺10塊錢而已 還反了股價580 所以你拿數學怎麼算 我跟你講 你在計算力 你怎麼按都按不出來 怎麼可能賺13塊的150幾 賺10塊的 緩了580 哪有這種道理啊 對不對 更誇張的還有 來你看 森達科 賺2.9 天啊 他167了 你看這多誇張 所以想想看 天利賺26塊 哇 這個數字最強了 結果他股價跌五成 頭這邊 現在剩220而已 你看真的有嗎 有啊 你看是不是跌快五成 這個跌50幾% 獲利26結果股價跌五成 頭這邊 所以不是獲利好股價就會漲 誰跟你講了 那鬼扯了好不好 所以你想想看為什麼 那我的解釋很簡單 它是空投格局 曲線轉空的空投格局 沒有別的 為什麼森達科賺2塊多 股價可以這麼強 今天又漲停板了 因為三線翻多嘛 答案就這麼簡單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趨勢翻養 籌碼一定動能充配 三個條件都滿足 我會跟你講EPS嗎 我會跟你講本利比嗎 我會跟你講營收嗎 沒有啊 哪有這些東西 沒有啊 只有趨勢翻養 籌碼一定動能充配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有的股票漲不動 像天律 趨勢往下籌碼 凌亂動能不足 金豪克也是一樣 所以很簡單 比EPS本利比 營收運用更重要的東西 趨勢籌碼動能 這三個的因素 你沒辦法判斷 股票是做不贏的 好不好 好 基本的環境是過去 股票是買它的未來 不要忘記了 當然有些會說未來 未來要怎麼判斷 未來很很很 好像很渺茫 空中飄一樣 那什麼是未來 未來大家看不到 對不對 那怎麼判斷未來 這是很難的 好 粉絲說我看不到未來怎麼辦 沒關係我跟你講 你先看懂現在就好了 說真的未來沒有幾個人看得懂 我們比講真話 真的很多人都看懂未來 才有鬼不可能 你看不到未來沒關係 你看懂現在就好了 現在看得懂 你才有機會尋求未來 好不好 那我們說高手不變的原則 叫操作主流股 那現在主流股在哪裡 你總不能搞不清楚 你搞不清楚你怎麼做股票 所以現在搞清楚 主流股在哪裡 你還搞不清楚 那就麻煩了 因為底錢 年底錢你賺不到錢 2022年就是明年 現在剩下一個多月了 未來三大四大最強的題材 就在這裡 高速傳輸 低級衛星 電動車 元宇宙 這就是很快到來的2022年 最重要的四個題材 那如果你操作方向是往這邊走 我想你贏錢機會就會比較大 懂意思嗎 你不要想著過去那些東西 那沒有用 未來要漲什麼 未來要流行什麼 這就是股票會漲的原因 好不好 中華化做什麼 電池相關的材料很簡單 它為什麼可以漲那麼兇 天啊這個太誇張 漲漲好幾倍的 不是嗎 這漲好幾倍的 真是漲好幾倍的 我們看一下 原來都是山仙翻養的格局 漂不漂亮你自己看 這很漂亮 當然我講到這裡你會說 張老師乾你屁事 沒關係 讓我證明給你看 看有沒有干我的事 9月3號 這我客戶買的 9月6號 這我客戶買的 又漲停板了 9月9號 這我客戶買的 又漲停板了 有沒有 三個漲停板了 有沒有 有 這些不是叫中華化 沒錯 電視也有講 這都電視畫面 是不是有講 一定有講 不是世話這邊鬼扯的 有沒有 這張股票我們最後賺23%出場 那請問跟我們有沒有關係 有 那我知道什麼 我知道翻多的時候我就進場 我看懂當下那個格局翻多 那我就進去了 那我就出來了 然後就快三個 三根停板 就口袋就把它放進去了 所以這個怎樣 就賺23%把它放口袋了 懂意思嗎 所以很簡單 當下到底什麼格局 你把它看懂 你看不懂 不要談什麼未來 你現在都看不懂 來談未來 不是嗎 好不好 來 太陽 衛星對不對 我們台灣最有名的衛星公司 2314 23開頭股票都是比較老的股票 2314 來看一下 長兩倍多 短短時間長兩倍多 你看這裡在哪裡 這裡是6月左右 6月到現在半年不到 長了兩倍多 他賺很多錢嗎 你就看太陽財報你就知道 他有賺很多錢 根本沒有 那沒有公司怎麼會賺兩倍多 題材 未來的題材好不好 來 蔡英明買的不是太陽 我買的是健翰 太陽也有買小鑽出場 我買的是健翰 健翰賺多少 超過20%了吧 我這邊講 那為什麼看好台陽買健翰呢 因為健翰現象比台陽漂亮 台陽看到健翰要叫媽媽 台陽走出來 看到健翰走出來了 台陽就說媽媽你好 為什麼認健翰做媽媽 因為健翰是他的最大股東 持股23.76% 懂意思嗎 所以當台陽看到健翰走出來的時候 他說媽媽你好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當台陽長了兩倍多 你告訴我會不會帶來 你看長期股價都很低 一二十塊 健翰買進去是二十幾塊 現在漲到八十塊九十塊 那你想想看健翰會不會帶來獲利 你看現行是比較漂亮 我比較結果 那我當然就買健翰 健翰我會不會就二十八 把它放口袋了對不對 再買進又漲停板了 昨天買又工商漲停板了 我看懂什麼 我看懂現在 現在什麼格局我看得懂 空投格局不要去買 買進去一定是漂亮格局的 一定有未來的題材夢想的 現在對了 未來 未來原則上市場在炒作 當然會有一波行情 那我們就買這樣的股票進去 那就對了 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不懂未來沒有關係 你看懂現在最重要 現在翻多你都搞不清楚 你怎麼賺錢 你怎麼操作 懂意思嗎 好不好 宏達電 這也是誇張 這個是三四十塊 漲到九十幾了 漲一倍以上了 曲十翻陽 充滿頂動充配 宏達電上漲 當然是元宇宙題材 好 帶動誰 帶動威勝 也是一樣 曲十翻陽 充滿頂動充配 當然有人說老師 這宏達電我不敢買 走西瓜 下跌98% 上面不曉得有多少冤魂在上面 說真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知不知道 宏達電翻多我知道 可是我有沒有買宏達電 我沒有 不要說你不敢買 我也不敢買 我已經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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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都沒有買過宏達電了 買進去就死定了 你看跌98% 骨頭都不見了對不對 這種公司說真的 你叫我買我還是覺得沒有 我會對不起客戶 我不要 我真的不敢買 這不是看我 我真的沒有買我也不敢買 好不好 那很簡單 其他股票有沒有 有啊 叫什麼 叫劍達 那不是漲停板了嗎 對 來 劍達 禮拜四都漲停板 來有沒有 劍達 今天禮拜五又攻漲停板了 天啊 又鎖住漲停板 怎麼這麼強 來劍達 你看這裡多漂亮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裡有幾個買進訊號嗎 數不清的買進訊號 這叫大軍集結 這麼大軍都來了 準備要發動了 怎麼看 有啊 這這麼多買進訊號嗎 你這數 因為數不清太細了 1 2 3 4 5 6 7 8 好像一大堆買進訊號 沒錯嘛 這麼多買進訊號告訴你它要發動 真的發動了 有沒有三千萬多 有啊 那你看得懂 你就買一去就賺錢了 很簡單 來你看 來回到這幾天前 10月8號 你看今天已經12號了 好 回到11月8號 來你告訴我 11月8號 不是16 11月8號幾天前 來你告訴我 你看得懂嗎 請問有沒有三千萬多 有沒有大軍集結 有沒有突破壓力區的 大軍集結又突破壓力區了 是7.75 來 今天25.9了 所以當你看得懂 你買進去 那你告訴我 那你這一段有沒有機會賺得到 什麼叫看懂現在 這就是看懂現在 這就是現在 如果你當天看得懂 那你就敢買 那後面這一段就是你的 懂意思嗎 所以做股票有沒有很困難 好像很困難 又很簡單 好像很簡單又很困難 或許你插一個好的工具 你插一個好的引導 你插一個盤中的訊息提醒你 進場 對啊 如果你跟我客戶一樣 你進場 那你現在就賺了 不是嗎 到底是不是很簡單 好不好 粉絲說我看不到未來 沒關係你看懂現在就好了 懂意思嗎 看懂現在 你就會有很多賺錢的機會了 有沒有 那你深冒 頭這邊 六塊四 又把它放口袋裡面 這是八號賺錢了 抗訊在這裡都有買進賣出 所有沒有訊息的獲利都是假抗訊 都是假的 你沒有進場沒有出場哪有獲利 這個掌停板 畫一個掌停板之後他賺錢 看得貴了 掌停板都你假的 怎麼可以這樣 一定有買進的抗訊 一定有賣出的抗訊 有會員的等級 這才是真的 蔡愛銘拿出來沒通一定有 買進抗訊賣出抗訊 會員等級 這一對我寫幾點幾分 不能看一下了 我的客戶你看 蔡愛銘拿出個假抗訊來 你假費用我全部還給你 蔡愛銘你幾月幾號拿假抗訊 錢全部還給你 你假十萬還十萬 我不會拿假東西上這件事 別人我管不到 我不是金管會 我沒辦法管別人 我只能關好我自己 來 有又快多了 今天又把這個四塊 又把它放到口袋裡面了 有沒有 那賣掉是不是很漂亮很開心 後來已經賺十幾塊了 都沒有 加以十五% 已經把它放口袋了 那請問它是不是多頭格局 是啊 什麼題材 又來了對不對 低軌微星 電動車相關的題材 所以你可以發現有沒有 真漂亮 這是之前操作的 這是聖帽 這聖大哥不一樣 不一樣 今天掌停板了 30操作我賺八塊 把它放口袋 雖然沒有買到最低點 沒關係還是有機會 好不好 所以未來題材長什麼 就長這些東西 很簡單 你把它挑對 未來這個題材會創造 無限的財富 你放心 懂意思嗎 好不好 東森的好朋友請你拿起手機 用Line ID碼搜尋 小老鼠A25006999 這是我的ID碼 加入之後 我們做一個雙向的溝通 任何問題發上來 我們把時間交給亭娟 好 那麼更多操吹的見光 後來繼續在請教老師 幫大家做解析 東森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宜民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 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是免費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宜民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講諜密碼進步各國解析 再把時間交給張宜民老師 有高手的思維才會變高手 高手在想什麼 來我告訴你 就是做主流 高手永遠不變成操作原則 他已經做主流股 不會做那個冷門的 懂意思嗎 那主流股在哪裡 你一定想問 就在這裡 四大主流 明年四大主流 高速傳輸 低國衛星 電動車 原宇宙 那為什麼說他們是四大主流 你就看那個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他們在搞什麼 你就知道了 他為什麼最有錢 他比別人聰明 別人沒想到 他就想到去佈局 甚至把東西生產出來 不然他只會變首富 對不對 好 這些人在想什麼 亞馬遜總裁在做低國衛星 有啊 這邊有寫啊 對不對 好 這個賓士要賣什麼 賣電動車 沒錯嘛 微軟要做什麼 要做原宇宙 告訴你 答案就出來了嗎 懂意思嗎 MVD要做什麼 要自動駕駛的工程包 有沒有 然後這個無人進行車 都要出來了 將來電動車是沒有手的 沒有駕駛的 因為它自動駕駛 所以沒有手把的 有沒有 這都出來了 未來甚至太陽能車都要出來了 懂意思嗎 蘋果要做什麼 蘋果就是要做電動車 特斯拉將來就是自動駕駛 沒有人 有沒有 所以你看它去包下相關的產能 大陸把產能包下來 為什麼包下來 怕搶不到嗎 所以你看它得這個利電者得天下 所以這個怎麼樣 新能源 所以你想想看 之後來搞這些東西 世界首富做什麼 它在做什麼 我這邊 世界首富對不對 電動車的特斯拉老闆 它在做什麼 它在做低國衛星 做這個電動車 所以這兩個低國衛星跟電動車 讓它變成世界首富 而且把第二名遠遠摔在後面 它3000億 第二名只有2000億 你看它多厲害 它做什麼 電動車低國衛星 所以告訴你 世大主要是電動車低國衛星 好不好 就是低國衛星 在地球表面大 一萬兩千顆上去 做成一個明密的6G通信網 是5G的三倍 要給誰做 要給電動車來做自動打 可以賣衛星手機 一碼全球通 所以很了不起的一個計畫 因為這個計畫 它變成世界首富 懂意思嗎 電動車主要在哪裡 電池 軟體 電池技術誰最好 誰最強 到底三元電池還是 磷酸鐵離電池 當然是磷酸鐵離電池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充電7000次 這不得了 所以主流在這裡 往這邊選股 往這邊買股票就對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電動車這個題材是很大的 包含這個帝國衛星 所以你要記得 會創造無限的財富 這四個題材好不好 所以要記得 今天來跟大家搶錢 小老鼠A25006999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有訊息跟我們聯繫就可以 我們先交給亭娟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要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之 各位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獨立判斷 全身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東盛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NE 說你是東盛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邊留下來 這位民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 掃描就可以 上面要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NE是免費 說你是東盛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這樣你們會盡速回答你